主料,五花肉300克,白萝卜200克,补量,油,盐,胡椒粉,鸡蛋一个,葱,花角,生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葱姜水,白萝卜擦四桌水,五花肉洗净鲜形剁碎,拧干水分放与肉泥上一起剁烂,放入碗中,加一个鸡蛋,适量盐和胡椒粉, 顺时中搅拌,边搅拌边加入葱姜水,依次少许,直去搅拌肉泥上进,使用锅烧至五成热,开始进入肉丸,小火炸至金黄色,烹饪技巧 一,炸丸子的火不宜太大,太小容易粘锅地,可以先放一粒试一下 二,肉泥,一定要搅拌上筋,这样炸出来的丸子软软的,可以浮在油面上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CXYZ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